这学者彭文正他怎么分析了 他就在分析这一次的这个补选的问题 还有这个罢免案的问题 好光是罢免案 他就说罢免的同意票比不同意票还多 但是没有过门槛很奇特 他还说这个辛苦成案之后 好像一些选民就忘了要去投票一样 甚至还痛批台湾人对政治很冷漠 好这个是彭文正说的 那另外他还说有人会倒大霉了 有可能朱立伦会变成下一个被罢免的对象 好现在有一些要撤换党主席的声音 已经出来了 另外还有反对蔡英文的阵营当中 没有一个很强很有力的一级 能够让民进党受不了的 因此他说就一件事情 能够让民进党树导狐孙散 那么就是总统的论文门 因此他也承诺这个他的支持者说 论文门的部分他持续会追踪 他也会汇集这个海外华人的力量 好包括曾经是挺蔡英文的 善变反对蔡英文的 包括像在海外的华人 他们可能会在 可能购买个这个广告的 报纸的广告等等来刊登 像这样子的论文门事件 并且呢也要把真相给追出来 这是彭文正认为 只有唯一的一件事情 能够让民进党垮台的 就是论文门事件了 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 霸场的结果 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立法委员 临场所罢免案 在昨天晚间结果出炉 那最后呢是罢免没有过关 那么针对同意票 大于不同意票 而且差距到这个 曾经到一万一千多票 马场团体就说了 未来呢 临场所他可能会是个 掰卡立委 尽管这一次没有罢成功 但其实呢 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他听得进去 他也听到了吗 那么他会持续的在监督 另外还有临场所自行宣布 蓄留立法院 还有愤怒民众直接到现场前往抗议 霸场案原本一路领先 同意票都大于不同意 但最终结果出炉 同意票数共五万四千八百一十三票 不同意票数则是四万三千三百四十票 差距一点一万票 但同意票没过罢免门槛 因此霸场案仍旧不过管 高举红色布条 愤怒民众到林长佐场子当面呛下 林长佐惊险过关 他也亲自出面 从罢免到公投到补血又罢免 其实真的是让台湾整体都很疲劳 既然都已经投票都已经结束了 明天也已经要上班了 我要回到岗位去 那我想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 让台湾更好 林长佐确定蓄留立院 收住立委席次 不过从这次罢免结果来看 未来立委之路 恐怕人得战战警警 辜负了在地选民的所托 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 显见林长佐 已经成为一位掰卡立委 第一个我们不够努力 第二个就是礼拜天投票 第三个疫情 在地的民意 再度被这个国家机器所吞噬 人民的怒吼 已经让国家机器感到畏惧 疫情升温反罢免受惠 但蓝军相信人民怒吼与反弹 持续累积 总有一天会爆发 记者张照鹏 陈怡柔 SNG小组 台北报道 这一次国民党算是三连败了 但是朱熹 朱立伦人呢 他没有出面 现在好像成为剑靶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罗友志在脸书上面 他就直接说连败 还需就责党主席下台 话说的很清楚 也很明白 那么王浅秋呢 他就直接说 谁努力了 谁又置身事外 清清楚楚 他也是呢 因为这个po文一出 很多这个网友 在他底下也是炸锅 直接说是不是要党主席赶快下台呢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昨天在记者会上的时候 大家在等说 党主席怎么没有出面说话 反而是派 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林涛 来这个出面讲话 那么甚至呢 还有很多人 因为他是一个直播嘛 因为我看那个直播 很多人在底下还有酸说 你是谁啊 是公读生吗 怎么会派你出来 应该是要派党主席吧 各种的这三言三语都出来了 但他就有说啦 这些过去的框架跟任务到今天为止 另外还有黄伟翰跟朱学恒 他们两个怎么说呢 黄伟翰直接说搞什么东西啊 你当什么党主席啊 我觉得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领导国民党了 另外朱学恒他也说 这两场投票朱立伦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大家都在看 还有说这一次完全输在的是 国民党的内斗 忠诚万华百分之百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 乡民们怎么说呢 还有人说这个 你提什么罢免呢 岁月圆记好OK 大家都觉得很烦很累了 然后又有人在说的是 原来国民党中央争取中坚水民的方式 不是坚持是非 对错真假而是躺平吗 然后另外还有人在酸的是江启成 说这个前主席江启成呢 都是他要推公投啦 然后之后推罢免啦 所以网友就说真的很烦很累了 到此为止 但到底是谁的错 现在已经好像在开始在抓战犯了 那么至于现在呢 昨天呢连两败 那么就被人家批评说 家里没有大人了吗 我们就要来听听 谢寒冰他怎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媒体 他是铺天盖地的连打了两个月 从各种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乡野奇谈 全部都上演 那真的是让我看到木顿口袋匪夷所思 那我觉得更惊讶的就是这些东西居然还蛮多人相信 我觉得这让我觉得最离奇的一点 那当然标哥会被气到住院 我觉得也是其来有志 像他这样的人 然后被人家这样子的污蔑 然后甚至直接去 年人家的祖坟 都拿来说三道四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会气才比较奇怪 那特别是他最近这两年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因为他刚动过大手术 结果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出来支持他儿子 只能够在医院 那当然一个好消息就是 刚刚四点半左右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身体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燥 把身体保养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次之后 所有对于严家的 不管真的假的假的真的这一些 风风雨雨 大概他们全部都经历过一遍 那我觉得他的所有利空大概也都出尽 就能够打的都打完了 是 那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接下来的严宽恒能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他可不可以不再是严亲彪的儿子 而是他就是严宽恒 他如果能够走出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道路 那过去的这些包袱他就可以甩开 他可以继续的在政坛上发光发热 那如果没有办法 那显然他的政治生命就会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刚刚大千已经讲了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竞选模式的时代 你单靠陆军恐怕很难拿下胜利的果实 那严家在这方面本来相对就差 那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忙的地方 那所以呢他自己要去想想看 我这次觉得比较大的遗憾就是第一个 他找了两位都是在媒体界出身的发言人 可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绝大多数的问题是他自己在回答 我觉得有点可惜他应该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直接去接触这些庄角 接触这些详情身上 而把发言的绝大多数的发言人留给他的发言人 我觉得隔一层会比较好 然后我也很遗憾的就是国民党有这么多的人才 可是没有办法帮他在空军上争取一席之地 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些地方 因为你看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严家的资料 民进党大概拿在手上已经非常多年 那他们之前就是一般的选举 一般的正式立委选举的时候他们没有拿出来 过去他也选了很多次嘛 是他都没有拿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争取到媒体的目光 因为太多人在选举 你不可能所有电视台集中在讲这个 他特别拿来留在这一次用 那人家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把这个黑资料一路留到现在 那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林静怡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人物 他也当过不分区的立委 那相对的包括林静怡的一些事情 或是其他民进党在地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事情 国民党也没有拿出来有 包括什么他们服务处的违章建筑什么东西 但是相对比较起来那个劲道差太多了 那个力道好像没有办法 你当对方抱出一个超猛的料的时候 如果你拿一个鸡毛蒜皮的东西拿出来讲 那个会光是争取目光的几率就很低了 那我一直觉得国民党也养了这么多的智库 也有这么多的人才 为什么没有办法有系统的 去收集他的对手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把他留在关键的时刻 拿出来做知名的一集